一种简单的土音发生 让81岁高龄的老人摆脱病症 我每天连六个字 下次我干或忘的时候 我就多连虚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锻炼方法 这六种生意和健康又有什么关系 云南白药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六字绝的健康秘方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收看 在国家体育总局边创并推行的健身器工中 有一种工法十分独特 它动作不多 简单易学 几乎适合所有的人习练 而且还不受场地的限制 更加特别的是 它仅仅通过读六个字绝 就解决了很多人的健康问题 您是不是有点不相信呢 那么就请走进今天的健康故事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名叫韩孝儒 今年已是81岁高龄 每天他都会像这样 用这种图字发音的方式来锻炼身体 我每天列六个字 虚 和 胡 丝 吹 锡 六个字对耐让各个奇瓜的功能不一样 含孝儒口中的这六个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锻炼方法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奇特的方法来锻炼身体呢 2012年12月8号 我低着甩筒去打甩 打了甩箱低起来的时候 一哈腰 突然生了胸闷 生四肢无裂 野心发黑 一下有事去之就趴在地上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我爱人来看我 告诉我 我得了心肌梗塞 即兴心肌梗塞 已经放上支架了 当时我没在现场 到了医院以后呢 就 反正诊断是一个心肌梗塞吧 因为 按照平常他这个体力来说 反正我没想到他会得这个病 韩孝儒是一名高级技师 身体一直很好 乃至退休后 还被反聘到岗位上 继续工作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心梗呢 干嘛呢 你吃那么快 吃那么快干嘛 慢一点 就叫慢点 慢慢拒绝 慢一点慢点 他就是吃饭吃得比较快 我几次都给他讲 我说你吃饭要细脚难言 一口饭就二十到三十下 讲了以后吧 他说啊啊 他也挺 反正 我一提醒他 他要住一会儿又忘了 我这是从小修养的那种学法 吃得快 吃得多 快到什么程度呢 五分钟十分钟 这碗碗碗 一顿饭吃完了 在医学上 他有一个动力的 咱们中暑有一个 四月中暑 这个四月中暑 它有起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咱们进食以后吧 天内的血糖 到一定的水平 我就说好 这四月中暑 你看这水平 血糖水平到了 可以停止进食了 就可以不吃饭了 可是 这也是有个过程的 他吃饭很快 这个世界还没到 他进食了好多食物 他比他们正常人 就吃力就多了嘛 多了去就要胖了 他这一年就胖了 十多斤 肚子又滚起来了 新学国人得病的原因 就是关上洞瓣 有斑块 他才打电 斑块怎么来的 就是你没关出嘴 谢谢你 妻子张卫林 从事内科医生 有五十余年 接触到因为心梗 而去世的患者 不计其数 她深知 管住嘴的重要性 而为了管住 韩笑如的快嘴 张卫林 每次在超市买菜时 都要将种类 严格进行量化 多一克 少一两都不行 他愿意吃花生 如果我不给他剥 要再盘花生 十分钟就吃完了 他这个轻手 剥给我吃 剥给我 以后我吃得很快 等着他剥 他说你慢点吃 所以他这么速度控制我 另外数量他也数好了 控制我 吃几颗了 不知道 你控制呗 最后两克 这 这两克 不能吃了 严格要求 他要一次多了 我说你注意啊 十颗花生米 三十六颗瓜子 不能多吃了 我就老提醒 老提醒 他一开始也不习惯 数后严格的控制饮食 使韩笑如的血脂 下降了不少 也延缓了 动脉硬化的进程 但就在老两口高兴之余 又有了新的问题 爱吃虚汗 吃虚汗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坐在那看电视 一阵子就上汗上来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一阵子上来出汗 一开始出汗吧 就是老换背心 一天换好几次 四五次五六次 就换一件的背心 到以后啊 他自己干脆就是 做了两个背心 把这个毛巾固定在背心上 他觉得就比较舒服了 就这样 这是缝好的 一些用的 一些不用的这个背心 这个是背心 就在里面到外 就是背 放在那个背上 整个一条毛巾 从背上再到腾部 就是 这下来往上 这一两身 就是他腰的地方 那个医服换呢 是一个方法呢 根本解决不了出汗的问题 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 西医就觉得 我就给他卫生素 骨卫素B1 骨卫素B1 这就是调解自物心经济 一般西医是 自物心经紊乱 太粗汗 可是死了一个好长时间 也不管硬 那么西医 真药不净的 西洋身泡水 吃了一个效果也不好 自从犯病后 韩笑如的体力 大不如以前 出门都得带上小板凳 走累了 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这一个病房 不允许做剧烈运动 你做剧烈运动 他心功能不行 那可是有不能 一点也不动 你不动 他这个心环 微心环建立不起来 就心脏 他有攻死地方 必须要建立微心环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他要适量运动 可是当时吧 他得病以后吧 他又用 大夫说你不要有水凉 要大太极 他那体力也不行 那么就是 得不到一个 很好的运动办法 活动量又少了 吃饭也有限制了 就说 生力挺 挺不知为 无数失踪了 没法活了 又得这样 活了没有意思了 那就是想到 不运动对于韩笑如来说 简直生不如死 就算体力再差 他都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附近找不到 我就跑到比较 离合家 有机载公交车 但是交通很方便的 不计调出公园 有限路那看看 这工业比较大 能少 但是这个国家项目 这花样比较多 碰到台阶确实一方面 跳广张舞 那大琉璃球 大门球 很多 这都不是我 看重的 我觉得出汗多 这些活动项目 更让出汗更不舒服了 我找一个出汗少的 符合我身体状况的项目 到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项目 动作很慢 这个动作的幅度很小 它是在嘴巴 发出声音来 这个声音也不一样 每个动作可能有区别 出于好奇 韩笑如在旁边观察了几天 后来才得知 这种锻炼方法 叫六字绝 通过土音发声 来达到健身的效果 这个练的话 你要想象捧一下 这个清泉水 对于体力弱的 韩笑如来说 这不算太难 不管这种奇特的锻炼方法 是否有助于她 她都决定要试一试 然后 看我的口信 眼前这位教韩笑如发音的人 名叫程云华 是健身器工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清晨到公园练习健身器工 是她每天的必修课 六字绝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健身器工 通过发声和那个口型的这个不同 来对针对不同的五脏和六腑 六字绝 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养生方法 最早建于桃红井所著的养性严命路中 它通过虚 似 喝 呼 吹 吸 六个字的不同发音口型 以牵动经络气血的运行 虚字绝 发音为虚与肝对应 长期练习虚字绝 可以调理肝脏疏通肝经 对于有肝部疾病的人群 具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喝字绝 发音为喝与心对应 长期练习喝字绝 可以泻出心肢浊气 调理心脏功能 呼字绝 发音为呼与肥对应 可调理肥胃促进消化功能 患有胃病的人长期练习 健身效果更加明显 四字绝 发音为四 与肺对应 长期洗脸 可增加人体的肺活量 并能有效地缓解 颈尖背部的疲劳 吹字绝 发音为吹与肾对应 能缓解阳尾 子宫须寒等急患 吸字绝 发音为吸与三胶对应 具有疏通绍阳经脉 调和全身气肌的作用 考虑到韩孝儒的身体状况 程云华建议她 多练六字绝当中的 呵字绝 这样的话有利于 心火把它降下去 而除了在公园练习外 韩孝儒还会跟着光盘 一起学习 而不理解的地方 就查阅相关资料 直到自己完全掌握为止 通过一两年的 联业六字绝 出汗的问题 基本上解决了 到今月五月份 我就不穿那个 戴毛巾的百姓了 小板凳人早就不应 连起工的头两三个月吧 小板凳人后就不应 到最后呢 我走路都赶不上她 走得很快 从业半辈子医生的张维林 怎么也没想到 曾经连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土因发生 就让韩孝儒 恢复到了犯病前的身体状况 而为了更好地照顾韩孝儒 张维林也跟着学起了六字绝 如今 81岁的韩孝儒 在2014年6月 顺利通过考核 成为了国家级健身器工的 三级指导员 而受益于六字绝的 不仅仅只有韩孝儒一个人 在这个队伍中 还有很多像韩孝儒一样 因为当初身体不适 而选择了习练六字绝 我的身体呢 就是脾胃不好 大便不通畅 从我练了这么三年四年的了吧 这个四字绝脾胃练得很好了 大便也通畅了 我主要练那个虚子绝 因为我的胆栽除了 因为肝胆相照嘛 我就感觉练虚子绝 对我的肝应该有好处 你看我每天来到公园练 这心情特别好 就感觉心里身体也特别舒服 我觉得我要坚持练 我能对我的肝和胆 能有好处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刚才健康故事的主人公韩师傅 通过练习六字绝 解决了自身的健康问题 今天呢 我们把韩师傅和他的爱人 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 欢迎你们 也欢迎咱们健康问诊团的 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还要欢迎两位专家 欢迎你们 张明亮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健身气功协会常委 健身气功六字绝 一金经 十二段锦主创专家 在海内外推广中医养生 传统导引法多年 戴金刚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博士 健身气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倡导传统导引法 防治疾病 维护健康 先问一问我们健康问诊团的嘉宾朋友 有那么多的好处 古人说 明吐纳之道 则约行气 可以延年 就你知道吐纳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养生宝剑 延年益寿 那么六字绝 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以吐纳为主的锻炼方法 不过这个吐纳 我觉得跟呼吸 它有一点区别 就是很多人说 那呼吸大家都会 到底什么是吐纳 什么是呼吸 吐纳是有目的的 有意识的呼吸训练 叫做吐纳 所以它有一系列的 一个系统的学习和练习的方法 并不只是呼吸 因为呼吸我们大家都会 对 我们呼吸是自然的 六字绝就是这样一套 古人总结的 通过在生活中发现 整理 然后总结上升到一个理论 再指导到实践 然后告诉我们 应该出现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样来呼吸 进行断变 进行相应的治疗或者调整 那最早的这个六字绝的记载 是什么时候啊 最早的记载呢 它是在 《养性延明录》 就是在桃红井的这部书当中 它是出于凉代 现在大概1700多年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 会用这样的六个字 总结出来这样六个字来 来健身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功法了 这个实际上也要说到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包括中国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 就是它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 其实古人很简单 叫做远观尽责 就是远的通过观察 尽的通过选择 那么六字绝呢 实际上就是从人身上 从生活当中 比如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都会戳戳手 接着就一个事情 这个 其实就是六字绝的第二个字绝 对应心脏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现在可以把手举起来 戳戳手 你就想的是冷的不行 然后你接着很自然的 不要想我怎么讲 你就戳戳手 然后你就想要它热 来 哈一口气 你发现这口气是热的 其实当然划伤 就是突然划伤 也是这样的 一划 然后 你对着手吹一口气 想得烫的 你看一下这口气是冷的 古人就是发现 这个不同的 这个呼吸的方法 他出来的气是不一样的 然后不一样的气 它对应的身体里面 也是不同的部位 比如我们知道 啊 哈 热气了 那么我们说 中医说腥微火脏 所以它是热的 而吹一口气是冷的 那么吹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 最重要的就是对应肝脏 中医说猪痛 皆则止于肝 内经上讲的 所以所有的疼痛 都跟肝有关系 所以吹这口气 不仅仅是止痛的作用 其实还有疏肝离气 这个作用 练习六字诀 会发现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为了帮助大家 更好的练习这个六字诀 因为还有一些朋友 可能还没有接触过六字诀 我们的记者就跟随 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 气功指导员 到了一个社区 来了解那个地方的人 练习六字诀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困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边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边就是我 对对对 他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当我们的记者 见到北京丰台社区的宋阿姨时 她告诉我们 由于冬天太冷 外出锻炼很不方便 现在 他们急需一种 简单易学 且在家就能锻炼的健身方式 我们根据大家的要求 前几天给节目组打了个电话 节目组给咱们请来了 国家级社区员 编登英老师 大家互相思练 不管什么环境下 六字诀 这个不需要多大地方 都可以念 主要通过 虚 和 呼 是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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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六个字的吐呢 来使我们能够健身强体 那我们现在开始习练好吗 好 虚字诀 右手向左 慢慢伸出 这时候转身的时候吐虚字诀 吹 吹 吹 我算了一下时间 整套六字诀学下来呢 只要15分钟 时间短而且简单易学 但是啊 我个人在练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虚字诀 我可能像这样 手送出去了 动作还没做完 但是气已经不够了 这是我的问题 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去问一下 练过这个六字诀吗 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您练完之后 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特别简单好学 简单易学 是大家初次接触六字诀后 共同的感受 但在随后的采访中 大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六字诀的练习顺序 是否有讲究呢 在发音时 声音越大就越好吗 如果用地方方言读这些字 能达到健身的效果吗 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请教 第一个问题 就是六字诀在练习顺序上 有没有讲究 按照传统的这个工法的 这个文献记载呢 叫做小练型 比如说你肝有问题 就练虚字诀 肾有问题 就练吹字诀 三胶有问题 就练蜥字诀 那么后来呢 国家体育总局呢 为了让更多的人群来应用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健身器功 就是可以大家每天来进行洗练的 所以在编排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到 怎么样一个顺序来编排 这个顺序呢 主要是按照五行相生 五脏相生 就是肝 心 脾 肺 肾 肾 最后到三胶 然后这样一个顺序来进行洗练的 那如果要是打乱了 或者说在练习的时候不记得了 给练乱了 对身体会有不好的影响吗 就会有些人说 我只是肝脏有问题 我可不可以只练一个虚字诀 那么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呢 必须你要懂得一些基本的中医的常识 你能够辩证 比如说像中医说肝脏有问题 比如说肝气上腻了 它有可能是肝本身的气过腻了 那么这时候虚字诀是可以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肾脏的水不能够滋养肝脏了 这时候反而不是练肝脏 你得练吹字诀 练肾脏 所以呢 在没有掌握好这种专业知识 没有这个专门的老师指导 还是都练 还是应该整体的练习 这个是不会错的 那好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在发音的时候声音越大就越好吗 按照传统的这个练习的方法是先大声 因为你不大声我不知道你练的对不对 然后等着练的熟了以后呢 再轻声就轻轻的 最后到什么到无声 并且在这发声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点 我们这个练功里面的发声啊 跟一般的这种发声有一点点区别 这个我经常讲课说到说 要这种发声练功的六字诀里面的发声 要低沉的震动的 富有穿透力的 我们请一个人来发一个声 我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练功的这个六字诀 可以发一个声 我列第二个 和字诀 嗯 哦天哪太长了 我这个整个动作很小感到那样有整个动感 哈哈哈哈没有太大的冥心感觉 对那么另外呢也从这里面发现啊 虽然就是你练了这么长时间也有好的效果 还可以有更更好的改进的地方 就是这个发声啊 这个声还要往下沉 而不要扬起来 我们大家体会一下 你把手呢摸到自己的喉结 我们就用啊这个音 因为啊比较简单的嘛 啊 你先用平时的这个方法来做 比如说 啊 往上 啊 哎 你发现喉结就上去了 对对 而我们练功的时候呢是要喉咙打开 要放松 声往上 这喉结要往下 你再来发 啊 要这样的 好了 一旦掌握了这个六字诀 六个字诀已经会一半了 因为发音已经会了 每个字诀都是虚 也是这样 你看虚你很容易就学会了 虚 虚 对 猴结往下 然后 喝 也是一样的 喝 对了 您刚讲了三点 嗯 再给我们讲讲是什么 低沉 低沉的 震动的 震动的 富有穿透力的 富有穿透力的 这个穿透力就是因为 大家一起念的时候 这个声音会产生共挣 这个共挣以后 这个声音啊 你会穿透那个桌子 同时其实也就震动了你的身体 所以六字诀的初级阶段 第一步也有声音震动 健身的这个作用 哦 就是您刚讲 让身体 可以让气机 让细胞 产生有序化 重新震动 产生有序化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说如果要是用地方方言读这些字 能达到健身的效果吗 正好现场有来自各地的人 还有来自国外的朋友 对 如果要不懂中文 我们先让他们发一发看一看 好啊 您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 可不可以发一个虚 虚 好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说六字诀就是念六个字 因为您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 但是其实如果按普通话的说法 比如说虚 就这样虚就完了 当你变成了六字诀的练习 虚的时候已经不是这个字了 因为后面的那个托音已经不是虚了 而是虚了 你看虚 因为如果按标准的字的念法 应该虚就结束了 这个是要特别要钻过了 那么我在这里就是想要说什么呢 就是他六字诀啊 可不是念六个字 是六种声音 是古人呢 因为他要记载 说这个声音必须要用个字来代替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敲门声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章里面 敲门声 当当当 有的写 邦邦邦 有的写 光光光 如果我们知道它是表达声音的 那我们就知道 不会去深究说 波昂邦 德昂当 歌昂 歌王光 就是不是这么研究了 六字诀恰恰就是这样的 它为什么叫做诀 就是因为它是 不是字 字的要点 就是用这个字来表达了 或者代替了这个声音 跟语言 跟地方语言 这个没关系 咱们有的练的这个年头不一样 有练几年的 有练十年的 咱们来问问 就你们再回忆一下最初练习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有什么 老师我在练的时候 就是能够感觉这个呼吸不太够用 就是这个吁的时候 就是总感觉动作好像还没做完 但是我的 气已经没有了 跟这个发声的配合应该是 先慢慢的呼气开始了 然后发声 然后再慢慢的扩大 把这个声扩大 等到呼吸将要接近结束的时候 这个声就已经收回来了 不要等到结束了 等到这个呼气已经快完了 你的声还在那里发 那么就会发生抖动 甚至憋气等等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示范的话 应该是像 比如说虚 虚 先从小 然后逐渐扩大 然后再小 虚 我们解决了这个初学者 这样一些困惑之后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短片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套功法的一些细节的部分 很有意思 来看一看 然后指尖朝下按摩 按摩了以后 你看是送出去 你看这样 就这样 程云华是这里的健身器工站站长 每天都会手把手的 教大家练习六字诀 在教授的过程中 他发现大家对于口型和发音 都能很快掌握 反而在配合简单的导引时 容易犯错误 你的手啊 我发现你看 你要重重按摩 它是磨带脉 磨带脉 你手心都可以 用点劲 重一点 磨带脉 重重的你看 大部分眼睛都是看前下翻 但是你这个虚自觉的时候呢 你眼睛要变化了 眼随手肘 眼睛要越瞪越大 对 最后一下 把眼睛瞪一下 当你在长间缩下的时候啊 下额是微收的 你把它收一点 对 很容易犯的错误的就是 头向天上看 然后那下额就上扬了 你就只要稍微微收一点 关键它是一个缩下 长间缩下 对下额微收 磨带脉 瞪眼 藏头缩下 这些细节你注意到了吗 好 我们就这几个细节来讲一讲 第一个说 磨带脉 先来给我们讲讲这带脉 中医的解剖学就是经络学 二十条经脉 就是有十二条正经 还有齐经有八条 叫齐经把脉 练功里面很重视齐经把脉的练习 而带脉就是齐经把脉的之一 并且带脉是这二十条经脉里面 唯一一条横向的这个巡行的 我们这样站起来 这样一看的话 经络要么是这样上来 下来要么是这样上去 只有一条带脉是横着在这个腰间 就像是一个带子束在这个腰间 所以它有约束 约束租经 就是约束其他经络的作用 因为磨带脉呢 是在催自觉里面对应的肾脏 在中医里面说肾之气 阻沉 阻降 阻脸 所以它要磨带脉 把带脉打开 气才容易降下去 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很多的像 现在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 很多都是气上去下不来 或者气就上不去不够 那么磨带脉是一个简单的有效的 也是非常有中医或者气功的 一个代表性的这种练习方法 我们刚看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在练这个虚字诀的时候 要瞪眼睛 这个是起到什么作用吗 其实我想取一个反例 就是生气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子 瞪眼睛 因为中医说肝 肝开窍于目 就是眼睛跟肝是一个系统 它需要肝的气升上去来乳养它 不管是比如说生气 生气生气就是气太旺了 然后这个肝气冲上去了 所以眼睛就睁大了 所以生气的时候就是生气 发怒就是把气提上去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练习是要反着的 它是比较均匀的 要让肝气酥泻 酥打 不是冲上去 而是酥倒的 所以要在这个土虚字诀的过程中 随着动作慢慢慢慢往远 眼睛慢慢慢慢睁大 然后看远处 实际上就是让肝气慢慢的升上来 我们刚才讲了前面两个细节 摩带麦 瞪眼 让专家给我们讲一讲 藏头缩相 古人这个很讲究的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就叫脖子 古人是说得很清楚 前面称为静 后面称为像 成语里面说到 我们这个中文里面说到 说自杀的时候叫什么 叫稳静自杀 因为自杀的时候都这样抹脖子 这样抹脖子 它不会这样的嘛 所以它叫稳静自杀 然后你看我们平时戴的链子 它的接触面积主要是脖子的后面 所以叫向脸 所以这个长头缩相 恰恰就说了这个动作的要点 是缩脖子的后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并且这个部位 我们平时服按工作 低头工作特别多 所以老是觉得这里累啊 酸啊 胀啊 这边也够不上 这边也够不上 我们这个动作 长头缩相的动作练的就是那里 把两个肩胛骨往中间一烤 头往回一缩 你就觉得那里酸酸的脏脏的 然后一松 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这个地方平时的动作 一般的动作很难得到 这个练习这个部位 而这个动作 对这个部位是特别有效 这样我们下面还要看一个短片 这是一个场外的热心观众 他要练这个六字诀 想问一问这个两位专家 他遇到的一个疑问啊 来 嗨 大家好 我有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半到现在 然后体重呢也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 那我老公他也是 肚子也越来越圆 那因为这边的食物啊 很多都是含糖分特别高 然后都有喝着饮料一起吃饭 也很多的油炸的东西 如汉堡啊炸鸡这样子 所以就想说 家人看到我们觉得胖好多 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减肥 那这个就有听说一个叫六字诀的一个捡肚子的方法 不知道想问问看专家们 这个六字诀是真的会有效果 可以让他的我老公的肚子消下去吗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少人有共鸣哈 这六字诀练习能不能减肥 尤其是问到了能不能减腹部的这个肥胖 中医是把腹部分了区的 尤其是以肚脐为核心的这个腹部呢 是归到皮里面 所以这一些指向呢都归到皮 那么是皮怎么了呢 这个中医的说是皮的气弱了 所以这个练习的方法很简单 从六字诀的角度来说两个 一个就是从气的层面来加强皮的功能 另一个方面 要加强气就不得不加强到 肺的练习 因为肺是阻呼吸 前面我们讲到它是影响到气的 所以如果把呼字诀和私字诀 两个对应起来练习的时候 不仅从气的层面 从形的层面都会产生了作用 两手呢环抱到腹前 手心正对肚脐 好 然后慢慢的吸气 两手向肚脐的方向收拢 吸气 鼻子吸气 然后呼气 两手打开呼气吐呼自觉 呼 好 然后自然呼吸 调整一下呼吸 等到呼吸均匀以后我们再来一次 吸气 呼 好 两手下落身体不动 好 拖掌 两个掌向上 拖起 到胸前 两个掌力在肩前 好 然后手心相对 手指向上 手不动 然后肩膀往后斩 往后斩肩 扩肩 扩胸 然后收腹 长头 把头缩回去 然后把前音后音 会音三音收紧 停住 一 二 三 呼气 四 有些人可能刚学的时候总是找不到这个感觉 我告诉大家有个很简单的办法 其实每个人都在说 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跺脚 然后就会一吸气一缩脖子 好就这个动作 然后把它变得好看一点就行了 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所有的自觉都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世界 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套健身气功六字诀 我们了解了这一套气功和我们身体的一些关联 而且还教了我们该怎么练习 而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在练习的时候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 不妨练一练有益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嘉宾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 一名青春活泼的藏族少年 一种闻所未闻的奇异怪病 病魔磨高一尺 中医道高一丈 云南白药提示您下周三晚为您带来假秧的故事 如果我计多的话 exit醒下周三晚为您的女士 最后一些安逹 syndrome 还有一点之列 最后一个奇葫草的人